各位,用NOT VPN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和保護你的私隱之外 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Netflix 用了NOT VPN之後,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你都可以看到 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NOT VPN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好 你都可以玩到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用了NOT VPN 你身處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優惠 NOT VPN 是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一家大小都可以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 關鍵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 可以全數退款 挺好用的 不妨試一下 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記得幾個禮拜之前 有做過一個 影片就關於香港的公務員 辭職潮 離職潮 原來就是最難請人的 走得最多的 就是 警察 為什麼警察會走那麼多呢 為什麼那麼難請人呢 身高良準又有權力又有武器在手 都不做呢 這個保安局就向立法會交代這個警隊的人手 回答這個議員的提問 保安局就這樣說 過去三年的警隊人手的變化就是 2019年2020年 流失率是最高的 達到1313人 達到4.46% 離職人數就開始 好像穩定下來了 2021年22年 就走了806人流失率是2.89% 最多人走的什麼呢 就是 省仔 692個 佔流失人數就是85% 督察 都不少 84人 警司級有30人 保安局說 劉悉的原因是主要有幾個 退休 辭職 若滿 去世 究竟辭職是多少 若滿是多少 好了 你走了人也不奇怪 新陳代謝 有一批人走 有一批新人進來 進來是怎樣 去年 親人很難 目標是請1545人 實際請到654人 一半都沒有 督察是最好的 剛才說的平均 督察就是 目標是195人請到170人 但是警員 目標是1350人請到的呢 原來真是更少 三分之一都沒有 84 三分之一有 只有四成 為什麼這麼少人 進來做呢 公務員事務局給立法會的文件 最多職位 最多空缺的部門 是警務署 6,312個 空缺率 率呢 是去到 16.7% 初級警員 的空缺是5,284個 佔編制 18個 即是 所有政府部門的編制來說 警員的空缺率 是最多的 有什麼方法呢 保安局就是這樣說的 第一 大家要留意著 將來你看到那些年紀不小的警察 延遲退休 可以去到60歲 有一個叫做什麼呢 超過定名退休年齡的警務人員繼續服務計劃 這是什麼文字 可能是英文譯 超過定名退休年齡的警務人員繼續服務計劃 退休年齡的警務人員可以繼續服務 未來10年 就還留到17,000個老警察 在警務 即是這個 在警務署那裏繼續服務 另外呢 另外大家知道 我記得以前 這個 香港的警察的招募會進去香港的大學 是在國裏面做的 請大學生 一入職就做督察 人工相當不錯 後來 香港的大學生 經過2019年 能夠在香港的大學 招募到警察的機會很小 於是就去海外的大學 包括英國的大學 誰知道 被英國的香港的留學生 丙到七彩 就說你不要來 都要找警察 我們是不會來這裏做的 他們在2022年9月和10月 去11間本地的大學就有招募日 有 究竟是招募到多少個香港大學生呢 不知道 現在最新的情況就是 為方便招募內地的港生加入警隊 去年 在企南大學和華僑大學 向內地港生 進行招募日的 即場 輪選 大家就不要誤會 不要以為 他是去 招募大陸人來香港做警察 有沒有 大陸人在香港做警察 2019年的時候 有很多傳聞 說他們 普通話 說他們是 大陸方式的命令 同志也說了 我們沒有任何證據 都是傳聞 聽到 錄到音 他們都沒有承認 他現在是回大陸的大學 包括這個企南大學的華僑大學 是招募 香港進去讀書的學生 不少的 每一個年代 我每一個年代都有 這也是有的 企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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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招募 找了很多香港學生去讀的 主要是這兩家都是 收港生的 由於是華僑 也是收華僑 有很多香港學生進去了讀的 現在招募的就是香港學生 以前他不會 那麼高調地回到大陸招募 在大陸讀書的香港學生 現在 他在香港找不到 加入警隊 在外國也找不到香港學生 他唯有 向大陸的香港學生招手 你回到大陸讀書 自然你自己的想法 理念 大概會是怎樣的都會知道 香港人 在香港 多數都是這樣的 我們的年代都一樣 在香港考不到大學 又可能沒有能力 主要是經濟能力 去外國讀書的話 他唯有一個選擇就是回大陸讀書 回大陸讀書這個選擇對他們來說 挺痛苦的因為 學歷是不被香港承認的 今天也是 有很多學歷是不被香港承認的 但是他也叫做 假假地拿到一個大學畢業的資格 一個學士的資格 現在 在大陸大學畢業 被警察招募 你也有機會 用大陸大學的這個學位 做到督察 何樂而不為呢 我想可以做了 剛剛 找得來還要在學校做即場輪選 當然要在華僑大學 在華僑大學和企南大學都做了 給你一個offer 你畢業後就可以進來做 一個月的督察 當你在大陸找警察 這班香港的學生自自然 其實 那個想法意識形態 理念 跟特區政府這個管治方式是很一致的 也是相當忠誠 與及可靠 對於特區政府來說 那這班香港大學生 找你進來 你一分鐘 被香港這個黑暴影響的 入了警隊怎麼辦 所以找大陸那些學校 我想將來都是這個方向 即是如果在香港找不到的話 他就回大陸找 香港的警察 的身水我想 在世界上 都應該是數一數二的 一個普通的警員起身點就去到二萬六 頂身點就去到四萬四 然後就警員什麼呢 中學會考五科合格 文憑市五科 考學兩級 重登學歷 這些都不需要入大學 就不能入了 都可以賺到二萬六 有什麼工藝可以給他好的呢 督策 大學畢業 通常大學畢業的 漁科有些都可以 起身點就四萬七 如果你有學位 有這個 副學士的 起身點 四萬八 中文運用 和英文運用 合格的 可以去到五萬 頂身 是九萬一 你看得到 看你的表現 什麼破案 有些升級 你想一下 一個大學生 畢業 一入職可以到四萬七 有什麼工是比他好 一個警察 中學畢業 中學畢業 一入職可以到二萬六 最低 有什麼工是比他好 大家就要問 為什麼香港人都不肯做呢 為什麼這麼難在香港請人呢 如果你在大陸 讀大學的話 有一份工 給你二萬六 或者大學生的資格 學位副學士 可以到四萬七 這個四萬八的入職 在大陸一定可以來做 在大陸一定可以來做 大家就要問 為什麼香港人 不是很偷這些工呢 不是很偷這個 有很多網上的討論 一個很深刻的就是 結婚 結婚啦 請什麼朋友 請什麼親戚 兩夫妻 這個新人要談的 他們一談上來的時候 對於請其中一個做警察的朋友 去喝他們的喜酒 大家就喊大嬌 那我的警察朋友可能是那個南方的 老死來的 好朋友 但是當然2019年之後 大家可能沒有什麼見面 有些疏遠 但是一說起找他 有些朋友就 跟這對新人說 你會不會找誰 你說得明 如果你請他 我不來 警察形象就是這樣 根本就是恥如榮 不想跟他在一起 不想見到他 說什麼好呢 如果是一個黃的一個警察 說什麼好呢 當然你說藍的也不一樣 請警察去 大家唱 唱歌 找鄧炳強 找曾志偉 找成龍 如果可以的話 這是我警察的形象 2019年之後 他真的一落千仗 都說過了 在紀律部隊的 這個受歡迎或者是形象的調查裏面 他一定是不會排第一的 通常都是消防排第一的 他不至於排第尾 但是 過去那很多年 長時間都是排第尾 是很難上去的 而且 過了2019年 你看到很多警察 當然樹大有庫資 但是為什麼這個警隊裏面有那麼多庫資 特別是觸目的 譬如說什麼 偷竊 偷自己同僚的 適用卡 在這個locker裡面的罐頭鮑魚 偷USB手指 影人群底 有不同案件 監守自盜等等 很多這些東西 多到層出不窮 這個 騙徒犯案的手法層出不窮 休班警 這個當席警 退休警的犯案手法層出不窮 警察的形象 那個一落千丈 令到有很多 香港人 在香港長大的 都是比較 比較正義一些的香港人 那麼多的工不做 為什麼要去做警察呢 以前那種好仔不當差的想法 以前我們 我上一代想 邪敗愛妻人 好仔不當差 警察那種貪污 腐化 哈哈爸爸 黃島毒 和黑社會勾結 是五六十年代的警察的形象 到今天 警察的形象 令到人覺得 不想 不想做警察 因為 一做警察 你很難跟別人開口我是做警察的 大家會對你零眼相看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 很多本地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是不肯做警察 你唯有在大陸的大學裏面招募 回去讀書的香港人做警察 我想他們做的機會會很大 看看這個招募的情況會是怎樣 兩匹多 人工 四匹多人工都找不到人做的話 我覺得 反映到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暫時經歷到這裏 支持我非常有的支持我親戚的頻道 多謝你的收看 再見 再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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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